把手牽给他们好不好 狮子乡丰林社区关怀据点长辈 和曹浦国小妇幼小朋友一起跳健康舞 展现三个月来在关怀据点的共学成果 屏东县政府今年在狮子乡丰林社区 方山乡丰港社区 结万鸾乡五沟社区关怀据点 办理老朋友小跟班老幼同学会 邀请邻近的幼儿园小朋友 每周都到关怀据点和长辈们互动 做罗座啦 做什么 打罗座也可以走就对了 小朋友这会走就对了 这会走就对了 这会吃饭 带作异 心心的 早上我们也像小孩这样 拜访欢迎 请欢迎 我们带听的时候带你感恩就对了 很好玩 然后也很开心 好像自己的乡举一样 这样的对我们很好 对他们很好 做花环还有做什么 陈国展除了安排长辈和小朋友上台表演 台下也展示老幼共同创作的美劳作品 社会处副处长徐子云表示 老朋友小跟班事半三个月来 长辈和小朋友从初期的陌生 渐渐习惯彼此的存在 虽然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结合 但从每个互动过程都能看见爱的元素 也强化了据点长者的活力 那对于社区的长配来讲 当孩子进入到了据点之后 那其实他朋友妈妈他自己就启动了那一种 可以去照顾孩子的那种 就是作为爷爷奶奶的那一种照顾的部分 他不然就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孤单 他也可以去照顾别人 借助幼童的力量 促进代歼共荣的机会来活跃据点气氛 增加长者积极参与社区的动力 以追求幸福老化 今年先在原乡客家及闽南乡镇中 各邀请一个据点事办 未来希望能够集结更多据点 推广代歼共荣的理念 一起来创造屏东据点长者的幸福 屏东新闻张如卫德伟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